西方人的CEO的位置是在這裡 叫做Top Top Manager 这个在挂里面是非常不好的挂 这个挂叫做薄挂 就是快完蛋了 因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势力一出来一定先把它搞掉 所以西方的CEO或者学西方的CEO 寿命都减少十年 尤其是现在把公司的业绩跟华尔街的股票 帐落绑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CEO是不能干的 因为当你股票往下跌的时候 华尔街就开始点名批判 你不够资格handle这么大的公司 所以怎么办 就开始做假账 美国人做很多假账就是为了应付华尔街 那我现在请问各位中国人做不做假账 答案是绝对不做假账 我们只是做两套账 从来不做假账 这不是好听话哦 这不是好听话 做两套账跟做假账 中国人的CEO他一定是站在这里 他会找两个得力的助手站在这里 搞不好把他们两个干掉 然后他又躲起来再找两个 对不对 老实讲一个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住 你当什么CEO 我就很怀疑这个东西